来 快点快点快点 放那儿啊 郭老板 金师傅 是谁订的 顾少爷订的 他说要搞什么歌星 没事 你去忙吧 爸 您来了 您要在码头搞革新啊 现在码头上漏袭太多 很多工人们工作一天挣的工钱 都不能养家糊口 油水都让那些工头们给挣走了 还有 现在码头上的工作效率太低 我要革新它 有很多事情啊 得慢慢来 不能急 我说猎枪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很多很多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我们怎么还能慢得下来啊 中国啊 有中国的情况 很多的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所以那更得花大力气 我是不怕失败的 不过呢 还是不要擅作主张 有什么事情 跟码头上的老师傅们商量着办 我听大福说 今天燕云楼的相伴组来找过你啊 嗯 他找我谈刚儿和如晴的事 他是怎么想的 他想我们履行婚约 把如晴迎进门 那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要跟老爷商量一下 那老爷你看呢 我看这事不能急再等等吧 刚儿还不成熟 做事情硬打硬撞的 我担心他迟早要出事 相伴组还说 希望老爷可以念着 往日和吴三博的情谊 不要嫌弃如情 怎么会呢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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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 你同意了 你要是没有意见 我就去催催顾家 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说这顾少爷年纪也不小了 要办 这事得早点办 师傅 你说是谁 顾家少爷顾泽刚怎么了 什么 什么 让我娶她 妈就是这么说的呀 她说这是早就和吴家定好的情事 荒唐 现在都已经民国了 还要遵守一个二十年前的婚约 让我娶一个我根本没见过的女人 天地还要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我就说嘛 你肯定不会同意的 恋爱结婚那是我的自由 我的人权 哥 我支持你 你肯定不会同意的 如晴 这婚约是你父亲定下的 是不能违背的 师父 我不想家 我真的不想家 傻丫头 这顾家可是姚丸一等的人家 您能嫁过去是享福的命 别人想都想不来呢 我不要 我不想家 你再好好想想 我们带东西 你需要对阿旦算钱 为什么现在要改成 按重量算钱 按重量计算 更加合理和准确 大家干得多挣得多 谁都不吃亏呀 从前情到现在 一直是按蛋算钱 这是规矩 对啊 这是规矩 就是规矩 规矩不合理 就必须要改变它 从今天起 摇完马头 必须按照新的规矩制度办事 这是顾老板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 现在这里 由我来负责工作 原来不是顾老板的意思 好 那我们不干了 好 你可以不干 愿意干的人 借着刘洋来干 喝了钱杨沫水 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还不是一个被洋人 耍团团团的 傻瓜担子啊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傻瓜担子 怎么 你自己承认了 你被辞退了 从今天开始 我绝对不会允许你在这工作 走 你辞我 我在这干了十几年 你老子都不敢辞我 你辞我 你不遵守规矩制度 我就敢辞你 走 我走 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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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就三百 公道 公道 好 那您给我到前堂规矩 把钱领了 行 老爷 不好了 怎么了 甚至在码头上 跟苦力打架 被警察抓了 跟苦力打架 真够充实 郭老爷 少爷给您送回来 您看那个打人的苦力 要关多久啊 有劳告局长了 既然没什么事 把人给放了吧 郭老爷 您真是菩萨心成 行 那没什么事 那兄弟先告辞了 我送了 好 你说吧 你到底在做什么 马头漏徐太多 我是拿现代化的制度改造的 改造 我看你是越改越糟 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急吗 你知道那些规矩多少年的吗 就凭你一个人能改得了 就是因为这些封建陋席 中国才是现在这样 这些陋席不去了 中国永远不会富强的 好了好了好了 别再跟我说这些大道理了 你以为读了几年书 你就能耐了 就能够救国救民了 连个码头你都管理不好 你还能做什么 那是因为你不支持我的革新 什么革新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可是你永远都不支持我 杠儿 怎么又跟你爹顶嘴呢 行了 打明天开始就老实在家里待着 好好想一想哪儿都别去了 我是哪儿都不想去 尤其是那个破码头 老爷您喝点茶 他人呢 少爷出去还没回来呢 这个家就这么容不下他 把他给我找回来 是 范叔 还是我去吧 我和你一起去 我知道他在哪儿 走 来 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友谊 干杯 呃 呃 呃 看嘛杰森 面包会有的 爱情也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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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几位大爷 这样喝酒有什么意思啊 要不要请这位姑娘 给你们唱上一曲儿 解解闷哪 好 如晴姑娘是我们这儿啊 唱得最好的 人呢 长得也是最近的 嗯 如晴啊 给这几位大爷 好好地唱唱一曲儿啊 哎 你就是如晴 你为什么要逼我 先生你喝多了 你让开 哎哎 杰森 你喝多了 如晴 你为什么要逼我啊 你是需要钱吗 我有的是钱 我可以给你啊 先生先生你喝多了 哥哥你干什么呀 啊 则哥 你喝多了 哎 红糖啊 我怎么到哪儿 都能看见你的影子啊 我告诉你则哥 你没有权利去侮辱她 我没有权利 她是我老婆 你说我又没有权利 你说什么 哥 你说什么疯话 我说什么疯话了 整个摇弯都知道 她吴公伯的女儿 是我的老婆 二十年前就是 你给我让开 让开 你不是要嫁给我吗 走走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我们结婚 你让开你让开 你 红糖 打 打 你不打我都瞧不起你 打 哥 顾小爷 你喝多了 如晴 我们走 走 走 哥 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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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爸 别拉我 爸 这个混账东西 把顾佳脸都丢光了 把他弄起来 老爷 刚才昨晚醉得不成样子 你就让他多睡一会吧 你就让他折腾吧 早晚人家打进门来 老爷 相伴主来了 说要见您和夫人 我来 我来 环玉 爸呢 爸走了 这都势劳大了 怎么办啊 相伴主 您请喝茶 顾老爷 您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而来吧 知道 既然都知道 我就想请问 您下边准备怎么办呢 向班主 您的意思是 既然两家早有婚约 那就应该按照约定 把如亲取进门 澄清这个事情 还是应该看孩子们自己的意思 毕竟现在不比从前了 顾老爷的意思是 这改了朝换了代 当初的约定就可以不作数了是吗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好 既然顾老爷说听孩子们的意思 那咱们就依着孩子们的意思 至于这门婚约 我们家如晴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顾少爷 昨晚他当着燕云楼那么多人的面 说要娶如晴回家 这顾少爷流过羊喝过羊墨水 一诺千金这话 想必他更知道意思吧 向班主 这是 还是再容许我和老爷商量一下吧 顾老爷 您是摇湾的大人物 我们如晴只是一个畅圈的 虽然您和他父亲 曾经是一劫青兰的好兄弟 但是那也毕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如果现在 你要是真看不上我们如晴 我们也认了 反正昨天这么一闹 我们如晴也没脸再待下去了 我只能带着他离开摇湾 走到哪儿算哪 顾老爷 就当您跟吴公伯 从来没有约定过吧 从来没有约定过吧 告辞 我呀 相班主 老爷 去把那浑脏东西给我叫来 老爷 我来就是想跟您说 少爷又不见了 好 师父呢 师父去顾家了 去顾家 师父 如晓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话跟如晴说 你去顾家 你去顾家干什么呀 您就不能给我留点脸吗 干什么 我找他们说理去 你这次要是嫁不到顾家 咱们师徒俩才真的是没脸了 师父 就冲那顾家少爷酒后那品行 您觉得我能嫁给他吗 如晴 这男人是需要调教的 等你到了顾家 这小两口的日子一过上 他什么品行都能给他掰过来 哎呀 再说了 这顾少爷昨天晚上不是喝多了吗 那不是他的本性 人家到底是留过养的 不是乡下人 可是我讨厌他 净说孩子话 你可以不替你自己想 但师父不能不替你想啊 师父养了你这么大 希望你能找一个好人家 这样你可以享福 等师父老了也能有个依靠呀 师父 如今不嫁人 一样可以养活师父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 这顾家到底有什么不好的 如琪 你不会是还想着洪达呢吧 没有 没有就好 你要是因为那小子才这样 那你就太没出息了 好了 你先好好休息啊 走了啊 都听说昨晚上的新闻了吧 怎么 又有什么新鲜事啊 你是不知道啊 昨晚上顾家的大少爷顾泽刚 是大闹燕云楼啊 不是说如今是吴公伯的女儿 他们两家早有婚约啊 嘿嘿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两家有婚约那是不假 但是这个吴公婆 早在二十年前就不知所踪了啊 现在如琪 只是一个没钱没事的姑女 你说这顾家 还会再把她取进门吗 这倒也是 其他都不说啊 在咱这儿摇弯 想嫁进顾家的人家有多少 哪个不是非富即贵啊 这么说 这婚事 许安 你不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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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长冠 咱您的信 好 若琪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师父 要逼我驾到顾佳去 你答应了 我没有 我没答应 可他是我师父 从小把我养大的 我不可能不听他的 洪达 该怎么办呀 我找你 你别去 师父不会听你的 洪达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带我走吧 我带你走 带你走 对 你带我走 我们俩离开这里 好不好 若琪 我不能带你走 我不能带你走 为什么呀 你怕什么 你是担心钱吗 我有钱 我能挣好多钱 我能挣好多钱 而且够咱俩用好一段时间呢 我想 到哪里应该对我爱听曲的人吧 若琪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是 你不会是怕别人知道 你和我私奔 你 犹如你名声吧 你说什么 名声 我洪达从来没有在乎过那种狗屁东西 那你 该不会是不想跟我在一起吧 当然不是 那是为什么呀 原相秘谋称帝的野心已经很明显了 他已经派人去摇湾抢夺龙顶 为当皇帝登基做准备 柴将军这次派你去的目的 就是为了阻止他得到龙顶 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 什么事啊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什么事情你不能告诉我呀 要从什么地方 好 我让你去做 我让你去做 那你告诉我 我要等多久 也许 时间会很短 也许 时间很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话呀 在你心里 到底算什么样 你怎么忍心 就这样看着我 驾到别人下去 你知道吗 师父比我驾到顾家去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对不起 我不想听你跟我说对不起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好吗 宏达 你带我走吧 你带我走吧 好朋友 你孩子 好朋友 你带我来说对不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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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勤姐 你上哪儿去了 师父找你半天了 我没去哪儿啊 就出去走了走 看咱们上场了 我累了 不想上台了 自己去吧 好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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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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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老爷 不是我催你 可是这事当断得断 现在外面风言风语 说 说我们顾家博情寡义 还说老爷你 老爷你忘记了 当日和吴三博的情谊 现在嫌弃如情 身份微贱 不愿意迎娶静门 一派狐爷 我是怎么想的你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可是老爷人年可畏 这个亏难道我们还吃得少吗 当年炸咬的那件事 好了 知道了 容我再考虑两天 容秦姐 容秦姐 容秦 容秦 容秦姐 容秦姐 容秦 容秦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什么事这么想不开啊 年纪轻轻的 你怎么能寻短见呢 老板娘 让如情休息一会儿吧 给您添麻烦了 你们好好看着他吧 幸亏没出什么事 要不然我这燕云楼往后的生意 该怎么做呀 是啊 你是不是想让师父赶紧一起死啊 师父 我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这么对我 你要是死了 你让师父怎么活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 老爷 夫人 刚二十几天去码头了吗 他没去码头 具体去哪儿我就不清楚了 你帮我好好盯着 别让他没事就喝醉里闹事 知道 我 还有事 有件事不知该不该说 有事就说 卖什么关子 外面传言啊 昨晚 燕云楼的如情姑娘 上吊自杀 是 幸亏发现得早 被人救下来了 大夫 你以后说话 能不能不要那么大喘气 要吓死人哪 知道是为什么是吗 说是还是因为和少爷的事情 现在外面还传得很难听了 说是顾家 好了 也不用说 我也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老爷啊 我想要去看看如晴 你应该去看看他 见到如晴告诉他 不管怎么样顾家不会不管他 让他安心 先生 相伴主来了 先生 何先生 我说相伴主 今天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是准备请我喝啤酒吧 何先生 我想带如晴走 去哪儿 或许我根本就不该带他来这儿 你先别着急 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你慢慢说 如晴昨天晚上寻短见了 这孩子跟我相依为命了二十年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作践自己 所以 我想我还是带他离开这儿吧 今天来 就是来跟你道个别的 我说相伴主 你以为这样做就是对如晴好吗 我该说的呢都已经说过了 现在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了 你现在打去推荡股来了 大功告成 什么意思 得到龙顶就差一个机缘了 难道如晴的婚事 跟龙顶有什么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了 此事三言两语的说不清楚 但是你要相信何我 当真 当真 好 既然如此 香兰愿意相信何先生的话 可是婚约的事情 这顾家迟迟不给个说法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你只要等我的消息就可以 那我就等你消息 好 香兰先告辞了 不送 谢谢 先生 您怎么才能让顾家人 答应这桩婚事呢 就得找一个 能和顾家说得上话的人 什么人 顾夫人 向班主 请坐 夫人 来有什么事吗 夫人 我知道如晴昨天晚上 出了意外 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 我是想要来看看她的 多谢夫人 还关心我们如晴的死活 向班主 你别这么说 我知道这事 都是我们家干而不好 都是我们家干而不好 才会让如晴一时想不开 做了啥事 这事都怪我们 向班主 请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们不过是长曲卖艺的 往不往心里去有什么关系 只是苦了如晴 等了二十年 就等来这么一个结果 如果你们不打算 娶如晴进门 又何必前来羞辱她呢 我们没有羞辱她的意思 我知道 都是干而 她一时冲动 说话没摘来 所以 才会让如晴受委屈 委屈 这何止是委屈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有什么比明节更重要的 如晴先是被你们少爷羞辱 接着又是婚约的事情 一拖再拖 你们真的是把她往绝路上逼呀 我们没有悔婚的意思 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大事 要是时间太急 安排得不够周全 这对如晴反而不好 顾夫人 如果你们顾家 还是不打算承认这门婚事 我们也不为难你们了 明天我就带如晴走 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好 好了 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 夫人请回吧 相班主 这婚事 我会尽快给你回复 如晴 就请你代我问候她 神父 我犯了一个过错 上帝会原谅我吗 主是仁慈的 只要你真心忏悔 上帝就会宽恕你的 你犯了什么样的错 我没有履行一个婚约 让一位姑娘受她伤害 难道是这位姑娘犯了不可遥述的过错 不是 如果她没有过错 上帝是不赞成悲弃行约 因为婚约是神圣的 一旦约定就不容反悔 否则就会被惩罚 我 愿主帮助我 只有信受承诺的人 才会受到主的祝福 是的神父 我已经把你讲的都说了 谢谢 谢谢 那我的账本 看来 神父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上帝的钱你都敢要 红掌柜的 你怎么亲自来了 陆老板 今天我们店里订的糕点 到现在还没送到 对不起对不起 马上就好 您稍等 我这就给您拿去 您稍等啊 昨天雁明楼 又有故事了 是不是那个叫如琴的姑娘 脏调 既然有故事了 我又有故事了 受过不 等你 甜蜜 给你 谁知不在乱 我还要不帅 有你把我陪 也不在黑 一路风尘 站一起飞 站一起飞 为了千千无尊 风风雨雨不知苦泪 追寻中华未来的路 付出一生无怨无悔 乱世情想过梦 此时难而醉 多情 此时难而醉 多情 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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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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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